名演员因精湛的演技和多部出色作品而被关注熟知 那么他与大来宾张绍林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今日在你看谁来了的舞台相遇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亲爱的唐老师啊 早上我去接他的时候 他还问我老唐能来吗 我说我头一个就给唐老师打电话 但是头一个的遗憾地告诉你 他想尽了很多办法最后还是来不了 我就信了 我就信为真了 所以我就没想 所以你就想中国庆去了 这是我在艺术生涯当中 对我最有影响的一个表演艺术家 因为我的三国演义的成功 和后来我这个这个这个我的这个艺术道路 是有直接关系 这功不可没的就是唐国强在塑造诸葛亮的时候那种光彩 那种成功那种影响 反而是我才有后边的这个戏 我说不是正好你说错了 因为当时啊很多人想演这个诸葛亮 在选我之前呢已经开拍了 拍了半年了 因为诸葛亮是27级出山 出来 那么还有一段时间拍了半年 这时候就是到处来找 我当时一听三国演义就没想到诸葛亮 因为当时让我去演周瑜 我呢想这么长时间值不值得 后来我一个朋友就拉着我要去 为什么他想上 拉着我去 没想到一开门导演看着我 不说话 张导吗 停了几下 王福林导演 王导演 好来王导说 先画诸葛亮 先画了诸葛亮 然后又画了 但是你要知道 开拍之后 不是从出山开始 是从这个诸葛亮进了四川开始 那时候更多的戏是旁统的戏 诸葛亮的戏相对比较少 所以在拍完了之后呢 有一些质疑 就是行不行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揭示了张导林导演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他跟我说 有一些说法 咱们是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认识 彼此不了解 能不能咱们沿着汉中 接艇 武藏园 走一圈 一个是感受一下 一个在做一些交流 那么我们就做了 做完了之后呢 他就算是认定了我 但是这个认定当中 最难拍的戏 就是七七梦霍 六出七山 因为诸葛亮的晚年的戏 难度是非常大的 那时候您很年轻啊 也四十出头了 有吗 这是我进入中年 一个很关键的戏 转折嘛 而这个关键转折当中 很重要的就是他 什么时候才奠定了 总导演的信心 奠定了我们的创造信心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是在娄子庄拍 这个最后诸葛亮要死 让心 帐篷里的戏 这是最关键的戏 当时非常苦啊 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最后 其实 其实观众不知道 最后的镜头 是我开始最早拍的 对 所以唐光强在最 在开始就进入状态了 他的那个 那个诸葛亮那个形象啊 鞠躬尽碎 死而后遗那个形象啊 一开始就捕捉很准 所以说 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和唐光强这个合作 就奠定了 我拍《水狐传》的技术 人家这个拍《水狐传》 要选演员 选导演了 谁行啊 他们觉得 哦 这个导演还有戏吧 所以就把我给推荐 我认为真正在艺术上 比较认真的 而且是 能够身先士卒去做 而不是仅仅 借着名著来养自己的 对 就是张少林 对 他最苦的时候 我知道 他当时拍摄 因为他这个拼命三郎嘛 等到后期剪接的时候 他的关节延犯了 水肿得非常厉害 春节 我是过春节 我去看他 他在 趴在个床上 这电视机 他还在那剪片子 哎呀 他只有这么一股劲 他才能够把这个艺术啊 能搞上去 我记得 尤其是在拍摄当中 你说演员重要 但是周围的气氛的空脱 整体的部拍 节奏的把握 这掌握在导演说里头 对 有一次李松桥跟我说 说少林啊 我们累得实在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得让大家休息一下了 然后他抬起头来 看了松桥一眼 把自己的裤腿撩起来 就在腿上捅了一个很深的洞 他说 我要不觉得累 谁也没有资格说累 最后大家继续干活 他经常是就是那腿肿的 这个 这个是真的 是真的情况 因为那个李松桥嘛 李松桥说 导演 大家累得不行了 能不能休息去 我就把这个腿撩起来 在这个脚脖上一干呢 都肿的 肿的很大 把那个坑 完了李松桥一看这个 不坑进了 走了 我就说我要带着剧组 我要不说累 你没有一个人资格说累 所以那个进了